找回自己本具的清静自信 精静修行才能够成就佛道 一切不可得 进而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得到 心佛众生都来自于心 心米心物展现不同 悉空不可得 我们一切不可得 所以一切我们的本性 它就是 但是你不能以这种 让你去用方法去修行 可以得到 因为一切合法 如梦幻泡影 所以悉空不可得 就是告诉我们 心佛众生都是心来做的 你心米你就是众生 如果心悟了你就是佛 所以米就是污染 污染就是首佛 首佛就是首佛苦的众生 但是众生是心造的 所以你自作自受 那如果你心清静了 心悟了 静就要静 就是佛 所以心佛众生 三有差别 但是 污染 难有一切众生 静 其实没有一切 静就是回归本性 所以 如果说 有佛可成 表示你就是 污染的我们的佛性 本来就是佛 根本你 马回归的佛性以后 你就是跟佛一模一样 行造行寿 误会 没有一切众生 清静 没有一切佛 静 即是回归本性 十方新闻 胡佳萱 曾千俊 高雄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